县政府在3297年级的今天 在宜蘭中林池举办110年革命先列 以及三军阵亡将士春季祭典 有县长林寺庙来担任主祭 县内各军事机关代表来陪祭 向已故的三军将士的临位上香 献花并引领所有的陪祭 以及代表向已故的三军将士们追思行礼 并向在场的家属来致意 除了缅怀追思这些国君英灵 并对他们为国家牺牲贡献 献上最高的敬意 场面是庄严树木 今天是3297年节 也是我们宜蘭县政府 举办的这个春季法会 非常感谢这些国君将士 为国捐献奉献 然后呢让国家能够安定 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到了这边 一方面呢感谢 一方面尊敬 所以呢台湾的这个建设呢 能够在这些国君将士们 大家呢付出捐躯 所以呢让国家能够这么的稳定 保卫的意义非常深远 尤其是特别来调恋三军勇将 他们为国来捐躯 保卫国家是他们的责任 更是让我们在台海的安全 非常的美满 让我们能够安居乐月 而在祭典结束之后 现场还逐一向在场的遗嘱致意 赶怀国君英灵 为国为民 牺牲奉献了忠永世纪 而目前宜蘭军人中林池 有两座的纳谷市 安奉5979位的林卫 另外已经在107年2月 在第二纳谷市来设立了夫妻柜 560座 目前已经有126座的夫妻柜安措 为了响应绿税环保 树葬区也提供了280个穴位来提供安置 现在抚慰了因应新冠疫情 县府借用苏澳正利运动公园 来作为家属临时停车 以及搭乘园区接驳车的场地使用 为了分散人潮 祭世的共品摆设时间 自3月29日到4月5日子共计8天 请家属自行安排时间来前往 以利分流人潮 以及家属进入纳谷市采分流入内 并请因戴口罩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